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读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挑战您的思维,深入探讨三位作家和他们背后的故事 首先,我们来认识乔迪·皮考特 他是美国最背禁的作家之一,拥有超过4000万本的印刷量 皮考特的创作之路充满了挑战与突破 他的作品不仅探讨了性别歧视等社会议题,还深刻地影响了无数读者的生命 他的故事是对女性作家在文学界挣扎的真实写照,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坚持与勇气 接着,我们将回到1980年代的音乐世界,探索柯克托双胞胎的神秘 西蒙·雷蒙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揭示了这支梦幻乐队的真实面貌 尽管他们的音乐让人陶醉,但背后却隐藏着普通人的挣扎与情感 雷蒙德的故事不仅是音乐的回顾,更是对友情、创作和生活的深刻反思 最后,我们将谈论一位粉丝的意外发现,布兰·斯托克的未公开作品《绞行山》 这篇短篇小说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哥特小说大师 也引发了对文学创作灵感的深入思考 克力里的发现提醒我们,文学世界总有未知的惊喜等待被揭开 这三位创作者的故事,无论是面对竞技的勇气、音乐的追寻 还是文学的在发现,都挑战着我们的思维与情感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现代文学界,乔迪·皮考特可谓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 他的创作之旅从普林斯顿大学的创意写作课程开始 如同学习骑自行车时的辅助轮,为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皮考特在导师玛丽·莫里斯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篇创意论文 这篇论文后来成为他的第一本书 虽然他对其不甚满意,但却是他不可或缺的成长阶梯 如今,他已经出版了三十部小说,并在全球售出超过四千万本 他的作品不仅成为畅销书,还有多部被改编成电影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我姐姐的守护者》 皮考特对于创作的热爱并不仅限于小说 他曾推荐玛丽·维尔德·莫莉·马洛伊与死亡天使 这本书以其独特的视角探讨了人类的本质 皮考特对其赞不绝口,这本书让我笑,让我哭,并让我不断向他人推荐 而在他自己的创作中,他认为最得意的是 以其他名字,一本他花了35年的职业生涯所致力于铺路的作品 这本书探讨了性别歧视的问题,让他感同身受 因为这正是他在文学界中每天面临的挑战 作为一名小说家,皮考特最享受的莫过于与读者之间的联系 每天大约有100封读者来信,他都会细心回复 当读者告诉他,他们因为他的书而度过了人生的低谷 甚至放下了习级学校的念头,这让他深感自己努力的价值 然而,皮考特的作品也曾遭受过不少抨击 他被一些法律和家长团体视为背景的作家,因为他们不仅想控制自己孩子的阅读 甚至想影响其他孩子的教育 在这段迂回的文学旅程中,皮考特也遇到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时刻 例如,他曾在亚马逊的活动上遇到了马格丽特、阿特伍德 这位80多岁的文学巨拨充满活力,还主动向他打招呼,让皮考特受宠若惊 家庭生活中,他也经历过2023年的一个糟糕圣诞节 原本期待与家人一起庆祝的他,却因女儿早产而打乱了计划 但最终,他仍用爱和关怀迎接了一位健康可爱的孙女 皮考特作为女性作家,面临着性别歧视的偏见 他感慨,社会普遍将女性作家的作品归类为浪漫或儿童文学 而男性却可以写关于家庭的小说 此外,现今出版界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也让他感到不满 因为这忽视了许多真正有潜力的作家 尽管如此,皮考特用他的文字和坚持激励着无数读者和写作者 在音乐的另一端,西蒙·雷蒙德则用他的记忆 将1980年代的柯克托双胞胎乐队带回到读者面前 这支由伊丽莎白、弗雷泽、罗宾、古斯里和雷蒙德组成的乐队 以其如梦似幻的音乐风格征服了无数乐迷 弗雷泽的声音,如天使般飘渺 乐队的音乐宛如轻盈的云朵,让人仿佛置身于超越现实的境界 在《耳边的回忆》中,雷蒙德揭示了柯克托双胞胎的真实面貌 他们并非神秘莫测的智者,而是普通人 他们曾因性格上的不好相处而拒绝了《Top of the Pops》的邀约 甚至放弃了与大卫、林奇合作的机会 雷蒙德在书中轻松而亲切地回顾这段过去 让人感受到他的珍惜与感激 雷蒙德的追忆不仅是对音乐黄金时代的怀念 也是对自己在这段历史中未知的思考 他坦言,自己在乐队中的角色曾经让他感到像是多余的轮子 尤其在读到《古斯》里的访谈时,似乎被忽视 然而,他的音乐旅程并未因此停滞 1997年,雷蒙德创立了Bella Union唱片公司 并成功推出了多位知名音乐人 雷蒙德的书中虽然对于弗雷泽的描述较少 但他用温柔的笔触写下了自己的家庭生活 从他的词曲创作人父亲到他的足球爱好 无不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如今,Bella Union仍然活力四射 雷蒙德用音乐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历史 而在爱尔兰的图书馆中 布莱恩·克利里意外发现了 德古拉作者布兰·斯托克的 一篇不为人知的短篇故事《绞形山》 这一发现让克利里和文学界惊艳 因为这篇故事自1890年发表后 就再也为被人注意 斯托克的作品一项以神秘与阴暗著称 而这篇故事延续了他的风格 描绘了一个被诅咒的地方的诡异氛围 克利里的发现不仅为斯托克的创作生涯 增添了一个新篇章 也让人们更加了解这位作家的灵感来源 随着《绞形山》的曝光 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们开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试图解读这篇故事背后的意义 克利里的好奇心和偶然的发现 唤醒了人们对文学的热情和探索精神 无论是乔迪、皮考特的小说 《科克托双胞胎的音乐》 还是布莱恩、克利里的发现 他们的故事都展现了创作的多样性和持续的影响力 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 更让读者和听众在心灵深处 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乔迪·皮考特被称为最背劲的作家之一 这显示了他作品的影响力和挑战性 他勇敢地触碰社会的敏感议题 揭示了不方便面对的真相 他的作品不仅仅是小说 更是一种社会批评 敢于挑战权威和传统 这是值得赞赏的 像《我姐姐的守护者》这样的作品 不仅在情感上打动人心 还促使读者思考道德和伦理的复杂性问题 这种能够引发深刻思考和社会讨论的作品 无疑应该在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正因为他的作品充满了争议 他必须面对更大的风险 背景的作品确实引发了关注 但这是否代表作品质量呢 有时候过于强调社会问题 可能会损害作品的艺术性和趣味性 读者可能会因为这些沉重的主题而感到疲惫不堪 我们不能忽视 文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挑战社会价值观 还应提供愉悦和娱乐 过于偏重社会批评的作品可能失去一些读者 这对于任何一位作家来说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然而皮考特的成功不仅限于其挑衅性主题 他的销量达到4000万本 这证明他在商业上是成功的 并且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 这说明即便他的作品具有挑战性 他们仍然能够吸引大众 他不仅仅是为了挑战而挑战 而是希望通过故事来探讨人性和道德的深度 他的作品不仅有助于个人反思 也能促进社会对话 这在当今社会格外重要 他能激发这样的讨论 恰恰证明了他作品的价值和影响力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 皮考特作品中对性别的探讨有时过于单一 他认为自己因性别而被评价不公 这可能反映了他对文学界的某些偏见 然而当一位作家选择过于集中于某一主题 尤其是性别问题 可能会忽视其他更丰富的文学主题 这种一元化的探讨 可能限制他的创作范围 损害他作品的多样性和吸引力 若能更均衡地涵盖多种主题 他或许能吸引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皮考特的确坚持一贯的女性视角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缺乏深度或多样性 相反 他以其独特的视角探索了多层次的社会问题 无论是种族、法律还是家庭关系 都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探讨 他的小说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被忽视的声音被听到 这正是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 他对性别问题的关注 其实是他对更广泛社会问题的延伸 这种深入的探讨 恰恰使他的作品在文学中读书一致 然而 我们仍然需要反思文学的终极目的 皮考特的作品是否在某种程度上 过于追求社会功能而忽略了文学的艺术价值 如果作品仅仅被当作社会工具 其持久性和吸引力可能会受到限制 文学不应只追求一时的激烈讨论 而应该在多样性和艺术性上提供更持久的价值 当一位作家过于集中于社会批判时 或许会错过其他更负创造性的叙事机会 这是每位作家在创作中需要仔细权衡的问题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些奇奇的辩论围绕住乔迪 皮考特的文学作品展开 不仅探讨了作家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学价值 还凸显了当代文学 在面对社会议提示的多样性与挑战性 两位辩手的观点各有千秋 值得深入分析 楚天书首先强调了皮考特作品的影响力 认为他勇于探讨社会敏感议题 并且其作品能引发读者深刻思考 的确 皮考特的小说如《我姐姐的守护者》 不仅具情感深度 还涉及伦理和道德的复杂性 这无疑是他作品的一大亮点 他的作品成功地挑战了传统 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 不断反思自身的价值观和道德取向 这对于当代社会而言尤为重要 然而谢奇奇提出的观点也不容忽视 他对比考特作品的艺术性提出了质疑 认为强调社会问题的作品 可能损害其趣味性和可读性 这一观点对于文学的功能和目的 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文学作品的却不仅仅是社会批评的工具 它们同时也应当提供愉悦与娱乐 这是吸引读者的关键 谢奇奇的观点提醒我们 文学的多样性和娱乐性同样重要 不能忽视读者的阅读体验 楚天舒反驳了谢奇奇的观点 认为皮考特的商业成功 证明了他的作品能够吸引广泛读者 这使得他的挑战性主提并非徒劳 值得注意的是 商业成功不仅取决于作品的挑战性 还在于故事本身的深度和情感共鸣 皮考特的作品的 却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对话 这让他的文学作品 具有了持久的社会价值 谢奇奇随后指出 皮考特在性别问题上的探讨 可能过于单一 这一点也引发了我们 对于作家创作范畴的思考 文学创作应当包罗万象 若过度集中于某一主题 可能会限制作品的多样性和吸引力 这一观点强调了文学作品 应该涵盖更广泛的议题 以达到更全面的艺术表达 楚天舒再次强调了 皮考特作品的多层次性 指出他的作品不仅探讨性别问题 还涉及种族 法律和家庭等多方面的社会问题 这是对谢奇奇观点的有利反驳 显示出皮考特虽然在性别议题上 有着鲜明的立场 但他的文学创作并不仅限于此 总的来看 楚天舒和谢奇奇的辩论 呈现出文学的多元性 楚天舒代表了当代文学中 追求社会批评和深度的立场 而谢奇奇则提醒我们 在追求社会功能的同时 不应忽视文学的艺术价值和娱乐性 两者并不矛盾 在文学创作中 作家应当找到一个平衡点 以便既能激发社会讨论 又能维持作品的吸引力 这场辩论不仅是对皮考特作品的探讨 更是对当代文学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录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这条数元 主人 又新了 创新的